中文字幕提供 因為我們本身我也是做生意做軟體生意的 那我太太就是因為在做家裡主題 那我就是看到這個盛竹屋的這個廣告 還有這個正規的理財的廣告 然後再加上我們想要就是找一點正規理財廣告 做一點那個理財規劃嘛 那我們才會來投資這個做理財 而不是說外面媒體說是我們投資人太貪心 它其實並不是這樣子的 這一個詐騙案它其實外表包裝的是一個合法的 合法的外衣我們投資人並不知道 而且重點是這一個被害集團 它有在金融撥航博覽會裡面做展覽 蔡英文總統也去拜訪過啊 那我們總會知道它是不合法 或者是它是詐騙金牌 所以所有的被害人通通不知道 它會是詐騙金牌 重點是我們所有的匯款幾千筆 幾千萬都是匯到星光銀行 那請問星光銀行有沒有責任 錢不是用加密貨幣是匯到銀行 匯到銀行都會出問題 那請問國家那我們能夠相信誰 我們被害人能夠相信誰 我們要投資什麼 請蔡英文總統告訴我們 我們要怎麼做理財 誰給你的錢誰給你的東西 你來的就收了嗎 那他給收詐騙集團 到底有多少人收詐騙集團 這可惡啊 詐騙集團騙了老百姓的錢 再拿這些錢給民進黨的官員 這不是可惡中的可惡 讓我們老百姓受得了嗎 你看看我們曾經被騙了上千萬幾千萬了 我們剛剛有一個被騙一千七百萬 你這些錢被騙了以後 你再拿這些錢去給這些政治人物 政治人物難道說你當政治人物不用做查證的動作 在檢察官的指揮之下 也統合了刑事檢察局跟吊塔局 他們共同在整辦吊塔之中 不管任何人有涉案的話 那檢察官都會積極的來整辦 一切都按照他的證據來處理來整辦 不管是刑事責任還是行政責任 各權責機關他們都會依法來調查 那我想司法單位有司法單位的權責 不管是刑事的責任或行政的責任 各本期職責來辦理 完全全社決定 modal著大傳緣 南標真は決定 為大官大全職責任 了請多請推特 早歐 切窗 別刑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